為何你不肯定很討厭 其實那些是連針的腳 我當時十多歲 很多都是在灣仔 就是銅鑼灣那些 很多地方地帶全都是水兵 航母艦下來玩的人 看到很多我們叫外國人 很多都在這裡紋身 我們很好奇 當時我們四十五年前 第一個紋身都要一百五元 一百五元來講 是別人一個月的人工 我當時應該是十五歲 我第一個紋身是一隻小鷹 你知我十五歲很瘦 看到我幾次的照片 我的手鷹這麼小 紋了一隻鷹 就像這樣紋了 我的手鷹越來越大 我的鷹越來越小 後來我只有一隻 加一加一加一加 我加了一隻手 這隻就是我的鷹 你看多小一隻 我的手鷹很小 我的手鷹大了越來越大 那大了就不好看 還有加一些東西 香港在以前 我們香港政府一刻 警察部就說 有紋身當然是壞人 我們看到雜差 CID那些 看到他們就收紋身就走了 有一個對立位 恐懼了 所以就形成了我們一個 給別人一個黑 一個白 香港人的朋友 即是第一條蜗蜗 那條蜗蜗是哪裡 在手中 他打架的時間 被人砍了 即是我見證的第一條蜗蜗 在這裡開來 他覺得有否能遮 我說有 帶他去新旗 我先跟他設計 畫一條蜗蜗 蜗蜗頭就在這邊 蜗蜗名 它是縫底 就跟他設計那條蜗蜗 我的蜂蜂蜂這麼大條 所以人們都覺得很可愛 為什麼蜂蜂很真 其實那些是連針的腳 所以是第一條蜂蜂 見證的第一條蜂蜂 後期很多人都會問 這些小小的蜂蜂 可能是雙巴或者什麼 就像我們雙巴那些 這些都遮蓋了 大傷痕做不到 大傷痕做不到 小傷痕做不到 你如果做一些很黑的蜂 又會遮蓋到一點 年輕的時候 當然是紋龍、鳳 威的老虎、獅子 當然是很威猛的 有龍 像大哥一樣 其實是錯的 紋身剛才說了 是一個代表刺激的心態 紋身最特色的是什麼 就是我的家庭 老婆的名字 兒子的名字 女的名字 上面最經典的名字 就是我最小的女兒 她出生的時候 我叫她碧如 聞了碧如的名字 後期改為碧童 我又改了碧童 現在長大了 找律師跟她再改名 現在改了叫雅婷 我又改了 所以我的紋身是改了三次 我為了一個女兒 改了三次的名字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自己的心 你女朋友也不會紋的 但我小女兒沒辦法 掌上明珠 她要改名字 就改名字 我的手就跟著改 她現在不要改 改名字 我也不知道改在哪裡 就是這樣 初初出來紋身 就給我一個 是告訴別人 我就是出來走的 第二 就給了我財富 什麼叫財富 就是在電影方面 是萬中無一 這麼多紋身的 叫有名的顯言 就給了我一個財富 這個財富 就是很多的兄弟姐妹 導演他們 至於今時今日 就算來這間紋身店 也好 我也是做的 所以很多人說 哎呀我們再拍什麼 拍歌姐 我說 Sorry 是拍不到的 是我們二十一年前的回憶 有很多人去拍 你就拍 沒所謂 都沒有大老B